这个桌子呢 是我开秀场的时候呢 我请了那个大连的特技团 大连特技团 对对到我们那个秀场来表演 那时候呢就是三个一团 然后这是团长戴在手上的 你怎么老是从人家身上 因为大家都很好这样 然后因为我会带他们去 就是除了晚上在我们店表演之外 我们会带他们去饭店 去特加场给他们表演 那他们就很开心 然后会拔下来 有时候会拔下来叫我 帮他们收择 是是因为他们特技团 他们去表演有时候不方便 不方便 那我就一直很喜欢这个东西 我不敢开口 是他们要回去大连的时候呢 他们觉得我好像很喜欢这个 他们就说那我喜欢就 觉得要送给你 让给你 送给你 没有 最后有讲到钱 是有让给你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十万块给你买 他说OK 十万块日币 对 然后之后呢 我负的 这个很久以前了 对 十万块日币真会买 而且还是远古的 远古的 远古 这个尺寸也很好 对 180 标准首威 标准首威 冰种 远古 十万块日币 实在厉害 实在厉害 好 我们来见价 来看邱姐到底多会买 老师请见价 六十万元 我说六十 六十万台币 哇 像现在这样的手镯 是比较稍微平滞一点点 最要是说在五年前的话 那更不得了 我们在这里估的话 要估九十万到一百万 哇 现在稍微跌一些 十百万 是 那因为它这个 形制在很完整 然后呢 没有任何的瑕疵 冰种 手镯只要有带冰 只要带透 绝对便宜不了 那就不得了 除非你有重大的瑕疵 漂亮 它就很整整齐齐的这一圈 而且它的颜色也很均匀 对 虽然颜色 它是带一点微微的灰 但是它的颜色 它的放光的感觉 是掩盖过了 那个所谓小脚的缺点 好开心 很棒的 真的 所以邱姐现在的东西 真的 实在有厉害